屏東加入火車站外的平交道 日前有民眾為了拍攝柴電機車 闖入了平交道還攀爬監視器 欄杆等設備來卡位 險象還身 影響了列車暫停兩分鐘 甚至還被日本民眾PO上網 台鐵回應將會依法向警方來舉報 警示聲持續響起提醒火車快抵達 鐵軌旁的民眾還是沒有離開 一群人對著火車不斷照相 快萌生 此起彼落 還有人爬上監視器欄杆等設備卡位 只為了取得好畫面 險象還身 示範地點在台鐵屏東加入站外的平交道 這個月18號有香港鐵道作家 包下台鐵柴電機車 舉辦婚禮 這群拍攝者為了捕捉列車畫面 闖入平交道柵欄內拍照 影響列車暫停兩分鐘 甚至還被日本民眾PO網 誇張行為台鐵已向鐵路警察局舉報 也會加強宣導行車安全 警方表示這行為已違反鐵路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行人車輛不得侵入鐵路路線橋樑隧道內及站區內非公公眾通行之促所可罰一萬到五萬元 也公眾千萬別為了照相取景所以侵入北道 記者王庭孟昭全屏東報道